超级红人棒,昔日超夯的郑日清接班人,柯成勋近期将重棒回归,再度挑战偶像组。 外表憨厚个性风趣的柯成勋本次睽違近五年,再度以选手身份回归红人棒舞台,一登场就先献唱为李安的,如果可以,给主持人于美人,不料歌声尽让于美人感动落泪,又哭又笑地说,难得被帅哥这样献唱,事实上,先前柯成勋因客业关系忍痛退赛。 让于美人十分挂心,私下也时常问起柯成勋的现况,这次他再度回归比赛,都唱老歌的他更为了于美人学了最新的歌,让于美人又惊又喜。 柯成勋亦如往常展现充满喜感与年代感的歌声演唱,老人阿哥哥,独特的柯式口气将歌曲的喜感,口吻都诠释得十分到位,逗得台下四位评审从头笑到尾,让评审詹雅文大赞,好迷人,很难得有人能驾驭得那么好。 更拿下24.1的超高分。 实力坚强的柯成勋惊喜回归,让宝座上的邓品宴和吴根瑶相当紧张,谈言压力很大,偶像组赛况即将翻盘。 来自台东出路的柯成勋,目前就读过中三年级,是超级红人棒,偶像组现任的未免者,憨厚的外表,多趣的访谈,再加上喜欢唱老歌,让他成为观众眼中的开心果。 反应非常机灵的他,却曾经罹患过动静脉肌型。 幼儿园时他常感觉到头痛,但家人都找不出原因,直到国小一年级,他突然四肢麻痹,妈妈送医才发现柯成勋是动静脉肌型的患者。 经过手术以及家人的照顾,他才渐渐康复。 对此于美人向观众呼吁,如果常感觉到头痛就得去医院检查,并不是每位病患都像柯成勋这么幸运,从小就发现症状,动静脉肌型会伴着人体成长,最后会被发现大多数是因为脑血管破裂导致中风。 于美人以朋友的经历告诉观众,希望观众能多加提防。 青春组现任的卫冕者陈依晨,也在节目中分享妈妈的病情,她的妈妈罹患阿兹海默症,不认得她和家人们,但自从陈依晨开始在红人榜比赛后,妈妈的病情逐渐好转,难道才是场跟贪贩分享自己女儿的比赛状况,也记得陈依晨所有比赛的时间,叫亲朋好友要准时收看。 陈依晨对于妈妈的好转感到感动,并把这份感动转换成比赛的决心,因为她知道在红人榜唱歌是妈妈生活的重心,也是妈妈能好好活下去的动力。 于美人是台湾名嘴,畅销书作家,是台湾妇如皆知的人物。 她亲切热忱,妙语莲珠的主持方式深得观众喜爱。 再加上常年介绍瘦身,生机饮食等健康主题,不少群众直接把她的养生理论奉为医嘱。 不仅如此,于美人还十分热衷于和观众一起探讨关于家庭教育,两性关系等话题,她对生活的态度也颇受大众认可。 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即便是知心大姐于美人,也无可避免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主播于美人和老公王维伦婚变风波愈演愈烈,前晚双方家人起冲突,于美人到警局告王维伦打自己,其他人非法入侵。 媒体目击王维伦现身天母看房,她受访时一度哽咽,沉重谈夫妻关系,离婚事下下策,万一是唯一选择,我会希望小朋友跟我在一起,我相信我能提供他们健全的生活环境。 她还出示前天自行搜证的影片反击,表示将告于美人误告。 于美人跟王维伦原本为了小孩,有意重修就好,但她因不满王维伦姐姐突然带走儿子Max,疑似要带儿子出国,事后紧急申请,民事申请暂时处分状,与民事申请状,前天下午王维伦带姐姐,表舅及表舅妈到于家拿东西,跟于美人一言不合,双方再度闹上警局。 2013年,于美人与丈夫王维伦15年的婚姻走向终结,一子一女的抚养权也一分为二,儿子Max跟着爸爸,女儿跟着他。 多年以来观众眼里婚姻幸福,家庭美满,事业成功的于美人,遭遇婚变,家庭破碎,令人颇为意外。 不过2018年暑假儿子却来投奔于美人,疑问之下才知道儿子罹患罕见疾病,非典型红彩炎字体免疫系统攻击,一只眼睛近乎全盲,于美人不舍儿子被病魔所困,悦砸数万就是要解救爱子。 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,于美人经纪人表示,于美人19岁儿子Max的喊病主要是攻击眼睛,目前有一只眼睛对光没有反应,治疗的方向会以不要继续恶化为主,也让另一只眼睛不要受到影响。 于美人为了爱子,寻遍各方人士,也尝试各种疗法,投入的金钱和时间难以估计,一个月至少好几万。 而于美人的努力也没有白费,Max在靠着针灸、药物、因乐疗法多管齐下,搬回来跟他同住的三个月后,眼睛开始对光源有反应,让于美人喜极而泣,目前Max一个礼拜有二到三天去看中医,但不久后Max也将到瑞士独餐饮管理,经纪人也透露,于美人正在做调整,中医的部分可能就要等Max放假回台湾后才可以确认病情。 对于病痛,不仅于美人担忧,Max心里也受到影响,不过于美人总鼓励他,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,只希望他健康长大,未来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,20岁以后就是你自己的人生。 而于美人自己也经历了横长一段时间的低谷,才从婚变的阴影中走出来。 在经历过一次脱胎换骨之后,于美人在一段时间里宛若新生,努力活出自己不一样的人生,更是大方放话,姐姐受追求,但请排队。 最近几年,于美人更是宛如脱胎换骨一般,不仅重视了生活的信心,身材和容貌也变得越来越动人。 减肥成功之后的于美人魅力十足,身材凹凸有致。 虽然年过半百,但是身材和气质却起码要倒退20岁。 如今离婚的于美人虽然变瘦变美,却一直都没有传出脱单的好消息。 据台媒报道称于美人接受采访称自己此生不会再婚。 突然看破红尘,与他之前大方接受追求的态度大相径庭,令人意外。 于美人还在节目中自曝与前夫无姓婚姻达一年之久,离婚直言不会再婚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已经离婚七年的女星于美人受访时吐露心声,在谈及婚姻的时候直言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再婚了。 于美人坦言自己在离婚后的那两年时间里是最想谈恋爱的时候,因为想证明自己还有魅力,想找到依靠。 不过,过了那段时间,自己内心的可叛境消失殆尽了,因此离婚七年也没谈过恋爱。 于美人说,想想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让自己不再有羁绊,如今享受自在,我这一生,不会再婚了。 据悉,于美人刚从印度回来。 这次在印度的旅程,他表示自己学到的最有力量的一个词就是,从容。 他表示过去因为说话节奏快,因为这个性格,得到过很多好处也得罪过很多人,失去了很多东西。 这次走进印度,他收获颇多,日后也会更加从容地待人接物。 于美人还表示,此次在印度的祈福法会上,各宗各派都在为澳洲森林大伙和武汉祈祷。 在他们看来,自然和人类息息相关,森林是地球之废,澳洲烧毁了三、四个台湾的面积,地球的废受伤了,于是开始攻击人类的废。 于美人还表示,在自己即将到来的55岁生日里,他要发起种树的募捐活动。 他说,我无力研发疫苗,就想办法募捐种树,要身边的朋友都尽年薄之力。 大爱的精神,很是让人感动。 近日政治界新兴立伪,3Q哥,陈伯伟日前上三例,超级红人棒,特别气话,跨界高手踢馆赛,平时就喜欢哼哼唱唱,也会在直播时没事就唱歌的他,但对自己首次站上选秀节目第五台,他坦言内心是十分紧张。 陈伯伟平时问正希丽,此次在节目中竟扭转大家对他的印象,还连番模仿了章鱼以及吴宗憲,风趣的他斗得大家乐不可知。 而回归到比赛,与陈伯伟进行PK的是封号,正日清接班人的柯成勋,今年刚升高三的他曾担任红人榜的未免者,演唱台语老歌总是被大家说,年轻的身体装着老灵魂,陈伯伟与柯成勋歌唱风格大不同的对决,让录像现场所有人相当期待。 陈伯伟在初登歌唱比赛的舞台上,演唱金曲乐团,灭火气的,心内化,他充满感情和温暖的嗓音,让评审詹雅文融化在他的歌声里,并克制不住自己对陈伯伟大喊,I love you,让录像现场嗨翻。